拍摄13天狂烂4800万票房 却遭周润发巨演 周星驰开价800万 上映前底片还被歹徒抢劫 《加油喜事》这部电影到底有什么魔力 时间回到1992年1月的某天深夜 当时黄柏明被一阵急促的铃声吵醒 听完电话他的脸色瞬间惨白 黄柏明被告知辛苦筹备的《加油喜事》底片被抢 蒙面橙 拿着手枪 冲进我们的冲片厂 将我们的巴基斯坦的汉匡绑住 我不是来劫钱 这对他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 那是黄柏明刚脱离新一程 成立了自己的东方电影公司 拿着所有的钱投资了这一部电影 这是他能否站稳脚跟至关重要的因素 谁知竟遭遇这样的事 不过接下来的反转却让他哭笑不容易 据说那天晚上三个持枪歹徒闯进电影场 拿枪指着剪辑师指明要加油喜事的底片 剪辑师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 当场就吓傻了连话都说不清楚 一名一枪捉住那个剪辟师的头 而那个剪辑师是手都振迷 因为加油喜事的底片正正在脚底 还是鸡腩那么大写着加油喜事底片 歹徒看到这个情况只能自己四处寻找 可惜作为电影门外汉的他们 并没有见过真正的电影拷贝是什么样的 在一阵翻箱倒柜后 他们发现几个应有电影片名的盒子 自以为找到目标的歹徒在留下一地狼记后 便很快消失在了神秘夜色中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当时抢走的是电影的废片 而真正的底片就在剪辑师的脚下 因为他们的慌乱 真正的底片阴差阳错保留了下来 这也算救了黄百名一命 后来的黄百名才知道 劫匪是冲着红透半边天的周星驰来的 应当是周星驰电影太过火爆 在盗版市场很受欢迎 劫匪的如意算盘打得是很好 本以为可以拿到周星驰参演的电影大转眼 没想到聪明反被聪明乱 让盗嘴的肥肉白白溜走 由此可见周星驰在香港影坛上的地位有多大分量 泡妞当然不用负责任了 要谈战术 这就跟打仗一样 赢我是稳赢 但我绝不能收容战俘 老三 男人落叶归根 一定要结婚的 你为什么不结婚 生孩子太痛了吗 1991年 黄柏明成立了自己的第二家公司 东方电影公司 作为新公司的开篇大作 他准备筹拍一部用于贺岁档上映的何嘉欢电影 因为之前拍八个暴喜事 黄柏明曾与张学友周润发 联合主演过三兄弟的故事 于是黄柏明打算在加油喜事中重现三兄弟 三位主角中的娘娘枪由自己演 多情浪子由早已定下的张国荣年 而大哥长满的人选则是周润发 可惜当时的发哥已经有一部戏约在身 而且要赶在春节荡上映 荡期紧张下发哥自然没法接言 没办法黄柏明又找到林子祥来演大哥 本来都已经谈好了 可时韵不计刚好林子祥在美国的房子毁于商务 正忙于处理有关事宜一时回不来 在没有其他人选的情况下 原本打算演二弟长骚的黄柏明 只能自己来演大哥 如此二弟的角色只能另找他人 此时黄柏明脑海中想到的唯一人选就是周星驰 因为当时的周星驰刚刚平堵圣堵侠等电影崛起 正是当年香港影坛最红的小生 由他主演电影跳坊上就有很大保障 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年的填表事件 又或者是因为星爷已是顶流片约不断 起初星爷并不想借拍家有喜事 于是当黄柏明找到他时 星爷本想晚剧片约 为了拒绝还故意提高片酬 把原本市场对他的定价提高了四倍 提出片酬八百万来让黄柏明支那而退 谁知他却意外答应了下来 就这样周星驰进入了加油喜事的距离 黄柏明本以为这样就搞定了 可事情还没完 周星驰不仅索要八百万港币的天价片酬 而且还要先看剧本自己挑角色 在港星普遍二百到三百万片酬的当时 星爷这样的要求在外人看来可能很不合理 但黄柏明在影坛纵横多年 又有当初花天价片酬情 许冠杰拍最佳拍档并最终大获成功的经历 所以黄柏明不仅答应了周星驰的要价 还同意让他先看剧本自己挑角色 看到黄柏明如此有诚意 星爷在三考虑后最终答应接派 因为是星爷自己挑角色 他便提出了自己要饰演三地常欢与张曼依大喜 可花花公子的角色是黄柏明留给张国荣的 本来周星驰的片酬已经是张国荣的三倍了 好的角色再被挑走实在说不过去 但为了让影片能顺利继续 黄柏明还让出了自己的角色 让周星驰二选一 可周星驰还是不死心 这是张国荣的一通电话才打破这个将军 当时张国荣在得知彼时的旧爱毛顺云要出演男人婆一角时 就立马给黄柏明讲要出演娘娘枪和毛顺云演对手戏 谁知张国荣一落飞机捉住我 他说明我一定要跟你饮餐茶 还去我那个勤君国 一坐在那里就拉 我看完剧本 你不要跟我争 我要做camcam的 重要我要的对手是无尘军 因为我们两个做是一定赢的 那么唯有我做个花生老公 最后也不得不说张国荣很适合这个角色 而周星驰也如愿以偿拿到了想要的角色 导演能哄着周星驰是为了让拍摄能顺利进行 可同意他位的张曼玉却一点也不惯着他 其中有一场戏周星驰一直很难进入状态 这时张曼玉就着急了 说话很不客气 让周星驰没准备好就不要耽误自己的时间 说着无心听者有意 恰巧被记者听到刊登在杂志上 还给张曼玉扣上了耍大牌的罪名 演员着急进度难免会发发牢骚 况且周星驰也根本没把这些事放在心上 两人在片场拍戏的时间多数还是轻松愉快的 其中星爷还多次对张曼玉的形象进行恶搞 可见记者的报道只是片面之词 有趣和和谐才是片场的常态 1992年1月25日 加油喜事在香港上映 一举斩获4800万票房 并创下香港贺岁片有史以来的最高票房记录 而因为周星驰的出演 也让这部影片成为了永恒的经典 周星驰和黄百明也因此建立了深厚的勇气 如今的星爷虽然已经白发苍苍隐居幕后 但是他的作品永远都是经久不衰的经典